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与大家再次相聚在今年的B1的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 大会的主题呢 What's Next 主办方希望我来聊聊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面对当下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大家都希望找到破题的金钥匙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长期的发展 关注气候变化与社会责任 ESG已经成为了一个确定的未来 有数据统计 2020年全球ESG的投资规模 已经到了100万亿美元左右 相比2006年增加了14倍 高领作为创新型的产业投资机构 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投资让世界更美好的理念 一方面通过不断探索最优的资源配置 追求环境 公平 社会等长期价值 另一方面 选择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同行者 一起通过持续创新 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供应 我认为最具可持续性的ESG的投资 将会成为更重要的趋势 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 那么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投资机构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几点思考 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夯视基础 正如整个互联网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对于促进工业制造业 数字化 智能产业的底层支持作用一样 可持续投资本身也需要一套基础设施的支持 包括数据的量化 信息披露和评价体系的建立 投资机构可以在投资流程的管理 和投资标的领选的过程中 更加的纳入ESG的相关的考量 通过制建能力 投资 合作 尤其是数字化的能力 在自己的投资生态圈中建设ESG的基础设施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据底层 我们自己也来引入很多背头企业的ESG的表现 评估的数字化的体系 也帮助我们自己的相关背头企业 收集自身的ESG的数据 并进行行业的对标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信息披露的系统 通过引导背头企业完成数据的收集积累 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同时作为亚洲 我们努力建设减碳效益的评估框架 高领也采取了量化的方式 在减碳上面用企业的产品 技术的碳标准作为基础 同时考虑企业的增长的预期 自身的碳排预期 共算整个的碳检的模式 通过估算 我们团队加深了各类减碳的路径和效益的理解 帮助企业发现产业价值提升的新视角 再比如在双碳背景下 只有先把碳排首先算清楚 碳减才有更好的有地方式 高领投资了一家 中国第一家专门把碳排放管理软件和咨询的 作为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率先布局碳融合的基础服务 帮助更多的企业 基于碳排数据的量化分析 制定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减碳方案 实现减碳成果的高效追踪和披露 第二点 忠实创新 我们始终认为 科技创新是驱动和持续发展的终极解决方案 在这过程中 我们投资机构做的事 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 通过长期资金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基础的支持 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机构 参与和支持科技发展 形成创新的聚合效应 最终解决发展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比如在碳中和领域 我们通过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洞察筛选 对推进碳中和进程有关关键性的影响和重大意义的行业 发现了通过能够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去解决关键问题的优旧企业 投资他们 帮助他们赋农 坚持长期和他们陪伴成长 比如最近我们投资一个研发高效的用盖胎矿 用金矿叠成光伏电池的企业 就帮助了团队跨越原始科技创新出现了这种死亡股的问题 从零到一的过程 同时又依托我们自己的DVC 就是我们的Deep Value Creation的头后服务体系 支持他们的扩充研发和工程化的人才 帮助他们对接产业资源 更好更快的推进到光伏产业的工业化的过程中 最后一点就聚焦人才 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资源 ESG市场的蓬勃发展 势必激发对ESG人才的大量需求 我也看过一个数据了 2020年聘请首席可持续发展观的美国公司数量 已经超过之前三年的总和 在产业领域我们自己也发行了一个自己的研究报告 来去梳理实现碳中和的八大中年领域的相关的投资机会 包括电力 交通 工业 新材料 建筑 农业 负担排放 以及信息通信 速度化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 根据国立能源署统计到2030年 碳中和带动的清洁能源投资将会创造出1400万个工作岗位 有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全球需要力射技能的周围招聘 每年都以8%数倍于GDP的速度在增长 而我们的人才供给是明显存在供给的缺口 未来双碳管理部门会像财务 人力资源一样成为企业的基础资能部门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可持续发展大命题 对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ESG涉及气候 社会 治理 甚至科技 金融 这个时代的人才仅有一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 未来要拥有国际视野 具备多学科知识储备和洞察的创新性交叉符合型的这种Carbon Talent 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中的真正意义上的C位人才 去年高领自己联合了很多的背头企业 包括宁德时代 龙基太阳能 比亚迪 碳主机等 十几家碳中和领域的代表型企业 在全国多所高校举办了碳中和的招聘专题 今年我们继续联合42家制造业企业 展开联合校招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人才赋能服务 帮助背头企业找到更好的Carbon Talent 为企业的持续创新提供最核心的动力 可持续发展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高领希望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生态繁荣的重要参与者 做企业践行 也是一道路上的共创伙伴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